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起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困扰了我们很久的电子发票 今天有一个最新的进展 就是 政府宣布 那些中小型企业 如果年营收 我必须要强调是年营收 不是年净利 少过这个15万也就是150千的话 就不需要给这个电子发票 OK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很久了 因为 最近政府他推出这个电子发票 其实 很多商家 尤其是之前还没有做过这个GST的商家 都在那边爬头 都在那边很烦恼 要怎样做这个电子发票 老实说包括我自己本身 我都觉得很烦恼 因为 之前的诊所是不需要做GST的 但是我现在 我需要做这个电子发票 我也正在跟我的 会计师在跟进着这个东西 然后这些中小型企业里面 尤其是那种些最小规模的企业 可能赚的钱不多 然后 你叫他们 在路边卖Naxilomater 也要给这个电子发票的话 这样他们就在那边爬头了 要这样做 这样 OK OK 现在呢 这个政府呢 就来给你一个一刀切的指令 就是 年营收 150千以下的 不需要这个电子发票 对于那些很小规模的商家来说 是松了一口气 但是呢 其实你如果是 仔细的算这一笔账的话呢 我觉得 可以被豁免的 人其实是不多罢了 老实讲 OK 怎样说呢 OK 我跟大家算一下这笔账 他说 他年营收 所以我刚才前面强调是年营收不是年经历 年营收就是说你做了多少钱的生意 包括成本的 然后你收回多少钱 还没有扣掉成本的 所以这个数字是可以非常大的 你要扣掉你的成本那些才是你真正的收入 OK 所以年营收150千 其实不是 很多吧 怎样不是很多 我已经算出来了 OK 现在我就很简单问你们 你们如果是做生意的 做很小的生意的 比如讲就是 路边卖纳西亚卖就好了 OK 你觉得你们的这个 盈利率 是多高 就是说 你们 收回来的钱是100块 然后这100块里面 还有多少钱是你们丢下去的成本 然后呢 这个利润呢 赚了这一个 营收的多少% 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净利率 OK 是多少% 你觉得你这一个生意呢 你可以赚 多少% 10% 20% 30% 40% 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对于那些很大规模的公司 就是那些上市公司 马来西亚有准千间这个上市公司 可以买股票的那种 OK 然后 在这些公司里面 如果他们的这个 净利率 可以有超过10% 已经是很厉害的 这是一个事实 这些大公司 如果他 赚来的钱 100块 然后呢 扣掉成本 还剩下10块 已经是很厉害的 OK 当然还有更厉害的公司 OK 我是告诉你对大公司来说 如果他的净利率是10% 已经是很厉害的 然后 对于这些中小型企业 就要看一下你行业的这个竞争的情况 如果你的竞争率是很强的话 啊 这样的话 可能你的这个 的净利率会高一点 你可以赚多一点 你收回来100块 可能 成本 是 50块 60块 然后你可以赚多一点 但是如果你这个行业是竞争非常激烈的话 然后你的竞争率只是平平无奇罢了的话 这样可能 你就必须要 陷入一个血海 或者是红海 然后呢 可能你的利润只有10% 20% OK 然后赚非常少的钱 所以我将来解释大家应该 明白了吧 OK 如果说了 你这一个 行业 你一年收上来的钱是150千 然后你的利润只是10%罢了的话 这样 你只是 赚 15000罢了 一年喔 还要出一年喔 OK 如果你这个生意 他的这个 净利率只是 10%罢了的话 你150千 啊 你只赚 15000 然后你还要 出以12个月 然后你知道你一个月你的 总收入是多少罢了吗 1250块 哇可怜的 1250块 最低薪金都不值 OK 然后 如果你是 净利率是20%的话 就乘了 就 2500块的净收入 如果你这个生意是30%的净利率的话呢 这样呢 你可以收上来的收入呢是 3750块 OK啦 到了这里为止 3750块 其实已经达到了那个要还税的门槛了 我刚才说的1250块 这个冤枉 连最低薪金都不如 啊 2500块 啊 OK 超过最低薪金了 但是还是不需要还税 啊 3750块开始要还税了 啊 OK 如果你这个生意的是 40%的净利率的话 就 你有 5000块的收入 啊 OK 如果你这个生意呢 是 有50%的净利率的话呢 这样呢 你的收入将会是 6250块 啊 OK 据我所知呢 大多数的餐饮业呢 啊 不是那种很名牌啦 中等中等的啦 啊 净利率都是50% 啊 OK 所以呢 啊 我就给你一个餐饮业 你的净利率 50% 然后如果说你只是刚刚好达到那个150钱的门槛 然后其实你可以收进口袋的 真正剩下钱就是 6250块 如果你这个档口是一个人做的话 还OK啦 就一个人6250算是不错啦 但是如果你是两三个人做的话 你要除以那些人头话就很冤枉一下了 所以 你明白 这个概念 啊 OK 所以 啊 总的来说呢 这个 150千这个门槛其实有一点 太 太低了 其实 应该要放更高了 OK 要放更高了 其实 很少生意啊真的是这么小规模 小到150千的规模是有点太小了 而且 还要取决于你这个生意的净利率到底有多少 如果你的净利率可以到50%40%还OK啦 但是如果你的净利率是10%20%的话 其实 就好像我刚才讲 如果你净利率是10% 你一个月只收1250 如果你净利率20%你一个月只收2500 2500很多 啊 OK 好 so我只是提出我一些个人的看法啦 我觉得这个150千的门槛其实是 有一点低 啊 如果是像之前这样那个GST啊 是整 500千还是100万的门槛还OK一点 OK 这是我个人小小的看法啦 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